本影片為瀏固藕合的應用,外力產生水波 透過ANSYS將水波紋路呈現出來 先用SallyWork進行建模,組合鍵分成兩個區塊 一個為受力的固體,一個為包含空氣與水的液體 接著進入ANSYS Workbench進行模擬分析 將動態分析拉至圖形產生關聯性 進行固體的分析 對Model按右鍵進入編輯視窗 因為這裡分析固體,所以將液體的部分先抑制掉 接著進行網格點選Mesh,右鍵update 接著進行參數設定 將布接時間改為OFF 定義改為布集 布集輸入100 接著設定固定端 點選完全拘束 點選完全拘束 選擇頂面 加入 再來設定負載 點選壓力 選擇側面 加入 受力 受力選擇debular data 1秒受3000% 接著設定結果 點選 總位移 接著 接下來是流固偶核重要的部分 流固偶核需要有流體與固體的傳輸介面 設定固體的傳輸介面 選擇與流體接觸的面產生傳輸介面 接著關閉視窗 接著關閉視窗 接著將流體分析 拉至讀形產生關聯性 進行流體分析 對Mesh 右鍵進入編輯視窗 這裡因為分析流體 所以要將固體的部分移置掉 為了方便檢視 變更液體的透明度 改為0.4 接著設定名稱 點選上面 右鍵 命名為 設定流體的傳輸介面 選取與固體的接觸面 右鍵 右鍵命名為Data 接著進行網格 點選Mesh 右鍵Update 關閉視窗 接著Setup 右鍵進入設定視窗 再選項點選Double 再選項點選Double 提高精度 接著將時間設定為障態 加入重力與Y軸-9.8E 接著模型設定 接著模型設定 點選狀態 修改為多項流 方案選擇Imposit OK 點選年度 修改為Keyflin Realizable 讓水 讓水具有黏度 接著材料設定 加入液態水 進入項設定 進入項設定 第一項命名為Air 第二項命名為Water 設定為液態水 流體狀態 流體狀態為預設 邊界條件 觀看Data類型是否為Wall 這樣才能當成傳輸介面 點選Out 看是否為0 代表一大氣壓 動態網格 勾選 Rematch 新增 選擇 點選系統偶爾 參考值為預設 解題方法選最後一個 控制為預設 監視器為預設 起始值加入液態水的起始 將水的範圍設定好 選擇 觀看是否設定正確 選擇Display 若正確則關閉 點選路徑 將剛剛的範圍 元素都設定為液態水 活動時間設定為1秒 計算單元 佈集時間為0.01 佈集為100 關閉視窗 將系統偶爾 拉至流程 將SETUP 連結 兩個都update 1 1 1 2 2 2 1 2 1 1 接著,右鍵進入視窗 點選兩個傳輸介面,右鍵Create 點選設定,結束時間設定為1,佈置時間設定為0.01 接著update,開始分析 這是我們的分析結果,返回視窗 將結果呈現拉至流程 將Solution 連接 右鍵進入視窗 接下來加入水平面 接著觀看顯示 接著觀看顯示 和聲音 合作者 主要的 放在這個 中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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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影片结束